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今天的视频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好玩 建议先在后看 那么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箱 这里面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液体 这五瓶神秘的液体花了我300块钱 也就是说这么一小瓶 它要60块钱 价值不菲 经费在哪招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一一验证 这种神奇液体的各种牛叉特质 至于它叫什么名字 咱们最后再说 首先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个神秘液体 看起来跟普通的水 好像没什么区别 我们来摇晃一下 有没有感觉有点不一样 再看一下 它的水花和水泡 是不是感觉比普通的水要少很多 你看在摇晃了之后 这个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就恢复了瓶颈 好像它就是很重的感觉 对神奇特性第一点 它比普通的水密度要大很多 咱们就用这两个塑料瓶 来做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 我们先把这个神奇液体给它倒进这个瓶子里 然后在另一个瓶子里面倒入同样多的普通的水 以我的肉眼来看基本上一样多了吧 先来看一下普通的水 加上瓶子大概是322克上我们的神奇液体 我的天哪492克 那么这个神秘液体的密度大概就是普通水的1.5倍 牛逼 好的那么这个神秘液体的第二个神奇特质就是 就是 我不会总结哦 大家自己看吧 将神秘液体倒半杯进入这个杯子 再将普通的水倒入半杯 这里面有很明显的分层哦 因为密度不同 它们是不会融合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滴一点颜料进去 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 颜料是不能融于神秘液体之中的 我的天哪太漂亮了 看得我都想来一口 那么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神奇特质 接下来呢第三个神奇特质 那就厉害了 这个神秘液体它区别于普通的水 它是具有绝缘性的 也就是说它不倒电 那为了验证这一点 咱们就请出熊猫弟 老弟你看 前几天我让你出镜 干的都是一些比较枯燥无聊的工作 今天咱们来点有趣有刺激的 怎么样 好 你看你前面杯子里面放的 不是普通的水哦 它是一种神秘液体 它是不倒电的 你看我已经把这个 带电的电线放进去了 但是这个水 它是完全安全的 怎的 肯定是真的呀 我是你哥 我会啃你嘛 那我等一下数3 2 1 你就把手放进去 怎么样 好 3 2 1 诶 诶 诶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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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玩吗 正是因为它具有这么好的绝缘性 所以我严重怀疑很多商家在展示手机的防水性能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种神秘液体 所以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哦 在水下操作它 打开任何软件都没有问题 整个触控也没有问题 好歹现在我们把它给拿出来哦 我的天哪 没有任何问题 不仅没有问题 这个手机还被洗得非常干净哦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商家这样来展示手机的防水性能的话 不要犹豫 不要羡慕 你的手机也可以 那么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神秘液体它到底叫做什么名字 它叫 它叫叫什么呢 还是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好名字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啊 它的名字叫做 七伏一饼鸡五伏乙鸡铜 你没有听错 就是这个名字 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个名字 人没有听错就是这个模仿 怎么办